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31集介绍过《花园中的女人》创作于1867年 面前这一幅午餐创作时间更晚一些 也是一幅在室外创作取材于画家在吉尾里花园的自然景色的杰作 在气法上显得更为显熟 它创作于大约1873年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 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品当中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 在地上形成阴暗分明和斑驳光影 莫奈似乎并不介意使构图服从了自然景物的偶然性 也许正因为如此色彩才能在这里大放其光彩和充分现实其多样性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